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宣布放弃竞选纽约州长一职并将竞选连任总检察长 与此同时 詹乐霞办公室目前正在寻求前总统川普就其商业行为的民事欺诈调查作证 周总检察长詹乐霞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 得出的结论是 他必须继续担任周总检察长 有一些最重要的调查和案件正在进行中 他打算完成这项工作 并正在竞选连任 以完成纽约人选择他做的工作 詹乐霞于10月底正式宣布参选州长 短暂的竞选活动仅持续一个多月 在他发布的最初官方竞选视频中 詹乐霞谈到自己与布鲁克林的根源 以及代表弱势纽约人发言 并为他们而战的热情 63岁詹乐霞自2019年出任州总检察长一职 是首位出任该职位的女性 也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非裔人士 此外 消息人士说 詹乐霞办公室目前正寻求前总统川普就对其商业行为的民事欺诈调查作证 定于明年1月7日 詹乐霞曾就联邦移民 环境和其他问题的政策多次起诉川普政府 目前他同时负责监督前州长库默性骚扰指控的调查 纽约州立大学SUNY教育总监马拉特拉斯9日早上请辞 最近要求马拉特拉斯下台的呼声高涨 他被指在前州长库默性骚扰案中发表不当言论 并涉嫌帮助库默撰写新冠回忆录 马拉特拉斯在给州立大学董事会主席帝师的一封信中写道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已经分散了他对完成重要工作的注意力 他表示深信个人进化 改变和成长的能力 同时也深信纽约州立大学永远不想成为其成功的障碍 因此请董事会接受他自2022年1月14日起请辞去教育总监一旨 作为库默盟友的马拉特拉斯曾出任纽约州运营总监 过去几周要求他下台的呼声高涨 周三有超过30名议员签署一封要求他辞职或被解雇的信函 据悉 在库默性骚扰案中 马拉特拉斯曾发简讯至其中一名控诉女子薄伊兰 短信中涉及脏话 马拉特拉斯其后对此道歉 表示自己的话不恰当 他也涉嫌帮助撰写库默出版的新冠回忆录 尽管州长霍楚日前拒绝要求马拉特拉斯下台 纽约中立大选董事会也对他表示支持 不希望他辞职 但是SUNY的内部人士表示 强烈的媒体鼓噪和政治反对让马拉特拉斯无法克服 当选市长亚当斯宣布任命长期教育家班克斯 出任纽约市教育总监一职 亚当斯9日早上与班克斯就读的小学 布鲁克林皇冠高地的PS161公立学校宣布任命消息 亚当斯表示 班克斯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为学生而战 亚当斯指出是时候创造一个学校系统 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取得成功 并充分发挥他们潜力 对于被任命 班克斯表示非常荣幸 并称现在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缺陷 而想要创建一个创新的学校系统 就需要社区参与 即将卸任的市长白思豪在推特上赞扬亚当斯决定 称班克斯是领导学校绝佳选择 至于曾与班克斯共事的 现任市教育总监波特 也在推特上表达自己对他的支持 现年59岁班克斯 在前市长彭博政府期间加入教育界 最著名的是创立布朗市法律 政府和司法学院 以及一个名为英学院的公立学校网络 为一所全男子公立学校 为有色人种年轻人提供服务 州长霍楚9日于新冠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纽约州内的Omicron病例增至20例 而为鼓励接种加强针 当局宣布将送出免费歌舞表演门票 霍楚称 全纽约州内的Omicron变种病毒增至20例 主要是社区传播 州卫生专员巴塞特博士表示 全州多个地区都有发现Omicron病例 但大多数在纽约市 当局预计还有更多的病例没有被发现 目前州内上升的病例 以及因新冠而住院的患者 主要都是来自Delta变种病毒 但不能确定Omicron会否超过Delta 成为主要的病毒株 鉴于Omicron来势汹汹 州内新冠加强针接种次数大幅上升近50% 霍楚再次呼吁和资格者尽快接种 而为鼓励接种 霍楚宣布 首50名与指定日子及站点接种的人士 可获得免费的火箭女郎的门票 5个站点包括克斯公共图书馆 布鲁克林基督团契教会 弗农山恩典尽信会教堂 自由港伯特利教堂 以及皇后区博物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